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寻求医疗救助 据塔斯社5月23日报道 美国驻中国广州总领事馆 23日在网站上发布了一则消息 声称一名在华的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前不久称 他有一种几乎感觉不到 却异常的声音及压力感知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是什么导致了相关症状的产生 目前也未在中国的外交圈内外 发现其他类似情况 美使馆指出 美国政府很认真的对待此事 并警告在华的美国公民 若发现类似不适 必须求助专业医生 请离开并前往没有此类声音的地方 报道称 与此同时 路透社援引 美国驻华使馆人士的话说 上述人员被诊断为脑部轻度损伤 他还提到了美国外交官 在2016年11月至2017年8月期间 在古巴受到了至今并无定论的攻击 媒体称之为声波攻击 美国驻华使馆表示 无法确定在华发生的这起事件 跟先前古巴的问题存在联系 但正在调查一切可能性 5月24日 外交部发言人路康 在例行记者会上 英询表示 我们也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中方一贯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保护包括美国在内的 外国的华外交机构工作人员的安全 至于所说的情况 中方已进行了认真调查 并向美方做出初步反馈 目前尚未发现导致美方 所说情况的原因或者线索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图片来源 美国驻中国领事馆